大河网讯记者刘洋 新闻天气污染 加重河南大部地区 又是仙气飘飘 1月4日 河南省气象台陆续发布几十条大雾 埋预警河南18地势 全部出现污染天气 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污染 河南省气象台 2019年1月4日8时45分 发布埋成色预警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的重度埋 其中 黄河以北和三门峡 洛阳两地区部分地区有严重埋 湖阳 郑州 开封 州口 驻马店 郊座 新乡等地 也发布雾霾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24小时 将出现中的重度埋 局部严重埋大和网记者获悉今日 由于冷空气 降水偏弱 且周边污染偏重 河南南部五间过后污染加重日重度 或严重污染 其他地区全天持续重度 只严重污染 那么这场埋表持续多久 何时扩散的剧郁剂 未来一周全省持续受逆温 降雪偏弱 湿度增加等不利天气条件影响 大部分区域有重度污染过程 其中4日至5日 7日至8日大部分区域有严重污染过程 1月9日 全省将有一次降雪过程受冷空气及降水影响污染 稍有缓解其中 北中部、东部地区减轻至轻度或中度污染 西部、南部地区可能仍有重度污染滞留 具体预报5日全省污染 基本仍无缓解 北中部、东部以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 南部、西部污染滞留 以重度至严重污染为主 预计日均驻马店、新阳、南阳、三门峡、洛阳、几元 为重度或严重污染 其他地区为重度污染 6日全省风力较弱湿度较高扩散条件转差 西部、中部地区以重度至严重污染 为主其他地区以重度至重度污染为主 预计日均开封、曲昌、平顶山、南阳、三门峡、洛阳、几元 为重度或严重污染 其他地区为重度污染 7日上午时段 风力较弱扩散条件转差 全省以重度污染为主 五间开始受新一股热冷空气影响 北中部、东部、西部污染 加重出现严重污染过程 预计日均北中部、西部为重度或严重污染 其他地区为重度污染 8日 热冷空气持续影响 南部加重至严重污染 其他地区经历严重污染后 减轻至中度污染 预计日均北中部、东部为重度或重度污染 其他地区为重度或严重污染9日 受冷空气及降水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